哈囉!我是你!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韓國彩妝戰利品 這算是我戰利品的終極吧 上集是服飾 下集呢是想說可以分享一些 Lilicoco微博耶 譬如說萊恩買了什麼、大創買了什麼 今天呢也有準備韓國的 半修理要給你們 那等一下我就會從素顏、上妝 到我現在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囉! Go Go! 好!這次在韓國呢我也是很用力買了一些 底妝產品 我也是想說不要再買底妝了 很多用不完 那我就是會被吸引耶 我就覺得哇!這個 那個包裝啊跟那個 網路廣告很多啊 就好想試試看到底真的好用嗎 因為我是一個超級挑底妝的人 我最大的問題呢就是容易暗沉 任何漂亮的底妝在我臉上 可能過個三、四個小時就開始暗淡無光 所以我超級挑 那我的膚質是混合機 T字不如會出油兩家 是偏乾的 而且是現在這種換季天氣會 超級超級乾 給你們當作一個參考 底妝第一部呢我買了這個 唉這些我也是本來沒有要買的 就是 腦膚好弱喔 好久沒有到韓國了 我之前在那個 韓國的其他支逛街的影片 當然我就有說 我們真的去韓國的口號就是 三年沒來了不買 很多都是沒有看任何評價 就直接買來的 好那這一個呢是Export的妝前乳 它裡面有粉色白色顆粒 配上透明的稠狀質地 推開你只會感覺 欸它就只是水亮水亮 可是你完全把它化開 所以它裡面這個顆粒是要被擠爆的 才有那個亮晶晶的感覺 單純擠到它的透明質地的話 完全沒有效果 就是稠稠保濕的感覺而已 它會有那個小細散粉在裡面 可是沒有像我們在店裡試的那麼誇張 可能因為有SPA-LINE吧 所以這打下來很不得了 給你們看一下窗戶的自然光 加一點點打燈 會有這樣有沒有 一咪咪 這樣看得出來有點細閃 它的細閃不是像那種眼影亮粉那種 一顆一顆一顆 它就是 它是比那個粒子再更細更小 我是覺得這樣就失去我想要 底妝亮晶晶的感覺 因為底妝是最底層 會被後面的粉底啊 什麼蜜粉蓋過 因為亮度就會不見 像我是臉頰很乾的人 所以現在很適合 譬如說跟我的 不管是防曬啊 或是妝前乳 沒有亮度的妝前乳喔 或是防曬乳 混搭 我先薄擦一層給你們看 保濕度還不錯 剛上去的時候你會覺得有點 小黏小黏的 但過一下就還好了 這樣 兩邊的差異 有沒有 就是在底層的時候給你一個亮度 但是呢 它就只有這個功能喔 什麼都沒有了 也沒有防曬力 沒有遮瑕力 什麼浮屏毛孔 都沒有 再來粉底的話呢 我前面在那個Olivian那一集影片 我就分享說買了一個 ROMMAN的氣墊 它剛上上去的妝感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可是它就抵擋不過我暗沉的速度 然後另外一罐是霧面的 這個是比較自然光澤感的 這個包裝 這個粉底的包裝超漂亮 我在那個韓國藥妝店看了它很多次 最後還是下手了 這個牌是我第一次買 韓文叫做Hinser Hinser 這樣念嗎 它的瓶子是有點斜切有沒有 有點歪斜感 然後配上一個圓蓋 好像高級香水喔 架上 賣最好的粉底就是他們這一罐 我沒有很喜歡 質地是比較稠一點的 但我不喜歡這罐原因 就是因為它真的太乾了 對我來講 太乾了我剛上去而已 就已經有那個 小小的 遮瑕力我是覺得還算可以 普通普通 黑眼圈有被遮掉蠻多的 你看我的黑眼圈 今天超重 就相較至少 我更喜歡ROMIN這一顆 氣墊粉底的感覺 完成之後呢 是打亮 是CLEO打亮的1號色 我拿錯版了 我本來是要買 那種雙色組合 放在這裡 這顆真的很漂亮 這一顆是那時候 菌菌先買 然後菌菌有在韓國直接使用 很亮 BURLINBURLIN的亮 它的設計很漂亮 也是立體波紋感的 天啊 CLEO打亮什麼時候 這麼強啦 很漂亮耶 香檳精 亮的位置啊 你們要落在 看喔 因為有時候會不小心刷台外面 會想要這樣有沒有 顴骨這樣直接一條亮 但其實你可以夾在 眼尾下方 最頂點這裡 有沒有那個亮亮的效果好嗎 有耶 好適合打在鼻子上 我來感受一下它的持久力如何 因為很多這種打亮餅呢 可能過美幾小時 又全部不見了 眼影盤 眼影盤我這次很客製喔 我只買了一盤 它是AMUSE的1號色 6格眼影盤 和蘭也是第一眼沒什麼感覺 但我在試的時候覺得 哇 它的質感非常好 快速刷一下 它6格顏色 是不是很漂亮 粉橘粉粉 粉棕棕色 我覺得就是一個 很實用 而且是我喜歡的顏色組合 就跟它 眼影盤上的感覺 會有一點點差別 你們覺得呢 就這個 這個橘啊 感覺是那種 嗯 彩度沒有那種明顯 但沒想到刷出來 這麼可愛 再刷粉色 就會從眼頭 然後堆疊到 上眼皮的 開端這邊 眼線 眼線筆呢 我這次買了 CLEO的 這個是 那個朋友那時候 買了好幾支 我想說有這麼好用嗎 他說很好用 他覺得不暈染啦 我不確定喔 我剛剛有打開用而已 給你們看一下包裝 大家可以認包裝 它的包裝 很好看欸 好時髦喔 這個 很滑順欸 超級好畫 我剛才試了 我沒有辦法 拿著手拿進這樣 我一定要 扶著 畫 我覺得才好看 好 我剛才這邊是這樣直接畫 畫了一條 這一眼是在眼尾這樣塗 一點點之後呢 用眼線刷 拉開那個眼尾 這樣 兩個方法都超級OK的 很好用 現在非常非常期待 它可不可以撐過一整天 那我就是用 字幕 用字卡表現它到底好不好囉 因為這是我 第一天啟用 我確定它的持久度如何 我目前這樣嚕 好像是蠻耐磨的欸 我這個是卸妝 卸妝棉 差點露了 我還有腮紅 腮紅呢也是Azpro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我到我的IG 現行動台 那時候隨意進了Azpro逛 哇喔 好棒的腮紅喔 超級可愛 它們是現場做腮紅 你可以挑色混色 你看這一顆 是我自己混的 是他們會幫你做 你可以說你要什麼顏色多一點 他們有一些sample放在那邊 你可以挑 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 或者是你自己 有想法你想要多加什麼色進去 也OK 像這個我跟他說我黃色要比橘色多 他就幫我調出來了 還有個愛心壓印 我覺得這個好適合當作伴手禮喔 那個上面的圖案是可以選的喔 有笑臉、嘴唇圖案 然後跟這個愛心三個圖案 那時候我想說欸 好像可以多買幾顆 送朋友啊送你們 但是這個店員光做一顆 他就要耗掉非常多的時間 我真的是 不好意思叫他做這麼多顆 如果我們最近有去韓國的話 真的可以去配配看喔 我覺得好好玩喔 他現場還有那種粉配子 看起來超Q 好第一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黃色多一點的組合 而且近看喔 他是橘黃紫色混在一起的 有沒有可愛 這樣刷起來其實就很像是 我抽屜裡一定有的橘色 但這個太Q了 莫名會心情很好欸 反正我覺得他有適合當伴手禮喔 好看吧 你可以跟他說 黃色多一點 也OK 變成有點米橘米 呃變成有點杏桃橘的感覺 這樣 好 最後呢就是我最喜愛的唇彩時間 每次試色我最愛的就是唇彩的部分 那我先把頭髮弄一下 嘿 好再來就是我最喜歡的唇彩 這次呢我就有先鎖定好 我要去韓國賣哪一些唇彩 首先是我超級喜歡的Romance 這個系列是一定要買 然後我是要幫朋友買的 一定要一號色 隆重推薦一號色就必須的 再來呢還有一個牌子叫做LAKA 因為LAKA呢最近在韓國非常吼 韓牛都擦這個牌子 所以我想我去韓國是一定要買的 結果我到每個櫃上都空的耶 連那個試用品唇彩全部都是空的 加上只剩下一些我記得是腮紅吧 所有每一罐唇彩都是空的 一個色號都沒有 那個櫃裡面有一種跨年風階的感覺 空障的當下 旁邊都很熱鬧 就那一櫃空障的 這些我是回台灣才買到的 我那時候還很得意 覺得我在韓國一定買得到 我剛剛在台灣買啊 當然是在韓國買啊 沒有啦 而且台灣是韓國授權正規代理 所以他們有庫存 價格也不貴 它價格喔 跟韓國當地只差一點點而已 真的很一點點 在台灣買就好啦 好然後LAKA它也是主打純素的彩妝 我那時候還想說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 會比我們Romance還厲害嗎 結果我擦 真的是不一樣耶 今天講的還有兩種質地 第一個是霧面的 一個是水潤面 可是那個水潤面啊 不是那種油膩膩 亮晶晶綿綿的感覺 就是一點點 好像你天生就是純滑滑的感覺 很漂亮 我還喜歡到 我會主動問他們 有沒有團購這件事情 我很想要團一下 因為我自己也想買 首先我現在是霧面208 208這個是霧面裡面我最最愛的一個顏色 207也很漂亮 但208是我心中的冠軍 我覺得它太好搭了 我今天是橘色妝容 我今天是粉色妝容 我今天是一個超級淡 沒有什麼顏色的妝容 薄擦也都OK 薄擦後擦感覺不太一樣 208 你看它抹開 慕斯 很薄的慕斯喔 現在很多唇彩是都做的慕斯感了啦 但是 這個抹起來是很薄 輕敏感的 不會有異物感存在的 薄擦 跟濃圖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顏色我覺得是豆沙帶了一點點 很一咪咪的橘感 它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我真的好想它擦起來沒有異物感 其實羅美已經很沒有什麼異物感了 它擦起來你這樣去抹 沒有東西的感覺 而且它不會修乾 修乾的意思就是擦完之後就 欸還不錯啊 不會有那種乾燥感啊 可是過兩個小時你會發現 你 嘴唇縮得像梅子一樣 變乾了 但這個不會 這個就是一直都是保持這樣 一整天都可以是這樣 哇 好好看的顏色喔 非常百搭 然後好像皮膚可以的 真好看啊 跟你們分享一下我這幾天的新發現 我這幾天用這個補唇的時候 我這樣打開 有點放空的補 我發現 平常啊 這種有角度的刷頭我們都會這樣抹嘛 就假裝它是 這裡是嘴唇 我們都是這樣子放上去抹對不對 我發現 這樣反過來 更好抹 它會塞進我嘴唇的平台你知道嗎 對不對 很超抹 是這樣用嗎 所以應該這樣用對不對 你們試試看 再來我心中的第二名是他們新色 117號 它是橘色調的 沒錯都是橘色 太愛了啦 這種水潤感的質地啊 我會擦但是沒有這麼喜歡過耶 因為大部分都還是會 呃沒有那種明顯的顏色 會覺得有差跟沒差 好像沒有差太多 或是講話講一講 它就掉的差不多了 這個擦完你的唇況整個變得很高級 厚塗了兩到三遍的感覺 是不是唇況看起來很好 我的唇整個顯得很高級 飽滿 但它也是沒有那種覆蓋唇紋的能力 可是你擦上去之後 因為你的唇況變得好像很好 你會忽略掉你的唇紋 是一個漂亮實用的嘟嘟唇 有妝的時候 或是你集淡妝 你只要一點點顏色的話 你就薄擦 我把它壓掉 薄擦的感覺 第二名十字名歸 漂亮漂亮 太難得喜歡這種水潤唇了 那117號色 一定必修必修必修 黃皮膚OK 日常OK 而且一樣它不會假乾 不會說擦了潤的 然後等一下就乾了 沒有 它等一下就還是這樣 水滋滋的感覺 再來是207號色 看一下 207呢 這樣抹的時候 你會覺得 它就是一個林家 粉嫩嫩到不行的顏色 感覺不適合黃皮膚 但擦起來 只要你有帶一點妝 就算只是淡妝 也還是會很好看 這還有優點 就是它不用護唇膏先打底 我剛才是直接卸完 直接擦 完全滑順 這個實際上唇的感覺 很漂亮吧 跟我畫在手上的有點落差 它在手上的這個粉啊 有一種微顯感 嗯 會擔心說黃皮膚擦了 會髒髒黑黑灼灼的 但實際上唇 只要你有一點妝 假設我現在素顏擦這個 真的是不好看耶 會不想買耶 但是 有一點點妝 好好看 溫柔時髦感的粉色 薄擦就很好看了 我就不要抹太厚耶 這個顏色 抹太厚我會覺得 效果又不一樣了 116是一個女團桃紅 116 看起來皮膚變白了 如果你喜歡這種 比較桃色感一點 有點女團FU的話 你可以選116 結尾呢 就來擦我最喜歡的208好了 到底是208還是117呢 這兩個是我帶去日本擦的顏色 因為出國一定是帶自己最喜歡的 嗯 還是最喜歡 208 好啦 今天的彩妝影片就到這裡囉 就是是我 今天完成的妝容 用新買的 韓國彩妝品完成的 我準備韓國的伴手禮要給你們 我以前就分享過超級好用 Export的手指海綿 它這種 像手指一樣的 什麼長條狀膚色的 海綿 底妝用超好用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這是我自己在韓國買的 再來是 髮夾 在東大門買的 鴿子髮夾 就很可愛 很亮色系 冬天都會穿一些暗暗的顏色嘛 你就可以用這個髮夾點綴一下 那如何獲得呢 我們就點開下方資訊欄好啦 好唷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影片 這邊是我的IG跟臉書 也記得趕快來追蹤 那我們就過幾天見 下次見 掰掰 為你們的搖禮 請問我買妝 穿搭在這裡 是這個 靈魂的護盒 在這裡 在裡面